各位朋友好 我這邊是剛剛是轉移去見南村 我是吳中成 各位來我們這村子都會看到這個 飛行路 有的人很好奇說這條路叫飛行路 實地上這條路 我現在這邊這條路 以前在地圖上一直都沒有標明 它到底是什麼路 本來原來我們的海軍眷村裡面的路 都是沒有名字的 只有七二路有名字 其他的什麼尾一尾二尾三的有名字以外 京一京二京三都沒有名字 各條路都沒有所謂的名字這個事情 而且門牌也不是按照雙號來編的 它是用的連號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這樣編的 所以它這個隔壁跟你是差一號 這是眷村以前因為它是為了應急 它眷村是一個臨時性建築 所以它就是編碼的時候沒有那麼嚴謹 那我昨天我跟我一個老齡級聊天 就聊到這個人的屬性的問題 最近提到我小學同班同學有一位 小學畢業的時候考取空軍右校 以前海軍、空軍、陸軍、右校是分開的 後來聯合起來就叫做國防部的幼年學校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在幼校畢業之後 再分發到各種不同的軍種 以前是分開單獨招信的 它叫空軍、右校 空軍、右校的年齡就是從13歲開始 到13、14、15、15歲 也就是國中的年齡 初中的年齡進入右校 那右校除了基本課程跟一般學校一樣以外 那個文化課程一樣以外 它還有專業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他們從幼校的時候就開始學習飛行 我們全班只有一個人考取那個空軍、右校 所以我們當時就很羨慕 將來他可以當飛行員開飛機 怎麼怎麼樣 結果後來我50年過去了 真的是轉眼間50年 我今年1955年出生 我今年62歲 那個時候12歲的時候 他考進去了 我因為選舉里長 前幾天我選舉里長的時候 我才從我小學同學口裡面得知 我說他現在狀況怎麼樣 應該是飛行員退役了 他說他沒有飛 他第一次上天空的時候就害怕 怕死怕摔死 所以就被淘汰了 那其實我還認識另外一個比我年紀還大的人 他是空軍機校畢業 然後後來在做地勤的事情 他也是從幼校開始 他說 我說你怎麼沒有進入飛行學校學飛行呢 他說他們在幼校的時候 那個教官帶他們飛的時候 各位 那個戰鬥機的裡面的那個操縱操縱的那個機械 他是那個翅膀的那個翅膀的這個腹翼的這個變化 還有尾翼的變化 舵的變化 舵翼變化 是用一個桿子 用很簡單的一個機械連桿系統來操來控制 那如果你光是學會什麼博種的定律 學會什麼飛行原理 跟實際在空中完全兩回事 因為飛行的速度是很快的 而且他們那個時候是用那個開始訓練的時候 教練機都是螺旋槳式的 噪音很大 對一個十三四歲的十五歲的孩子們來講 機器他就恐懼第二個 高空各種的那種環境都很恐懼 所以真的能夠從那個右校被拔著成為飛行員 然後進入官校 然後後來又進入飛行學校 這一些人其實是有特殊屬性的 戰鬥機的飛行員跟普通飛行員是完全不同的 他們有特殊屬性 他們有比別人更大的膽子 還有更細的心 那我剛剛講的那位比我大的那位先生 我就問他說他為什麼沒有飛 他說他上去的時候那個教官看他的反應不夠 他不但是因為他那個是那個教練是坐在那個學員的後面 他兩個連桿是用機械式連桿 他也在操作 就是當你操作不對的時候 那飛機偏向了已經不對了 你又沒有拉回來他在那邊講 剛開始他會叫你拉回來或什麼 或左拉右拉的 接著他就不是講這個了 全部都是三字經用罵的 這個包袋祖宗都罵完了 之後他直接用操作 而且當你擺不回來的時候 他用力擺的時候 他說他被那個桿子打到那個 打到他的那個 那個高丸的桿子快打破的感覺 他第一次下來知道那個教官 就讓他滾蛋 從此他就被淘汰了 我就在想 我常看二次大戰那個黑白影片裡面 我看到 日本人最常常會炫耀 就是說 他們有一個少年航空隊 海軍少年航空隊 都在海軍裡面培育 少年航空隊就相當於我們的那個空軍優效 以前的空軍優效 為什麼日本人他們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看到有那麼多人 以進入海軍航空隊為榮 就拼著命要進去 那難道是為了爭一口飯嗎 難道是為了要參加 神風特空隊去自殺嗎 當然都不是 是因為日本人從小學開始 就培養他們的國民 冒險泛濫的精神 讓他們就有求知的慾望 所有的航空理論 我都可以在小學的時候 幫你教會 但是我沒辦法給你一個膽 讓你飛到空中去 因此我把這邊寫成飛行路 當然我這跟我飛行才有關係 而且跟我長期舉辦的 飛行訓練活動也有關係 有直接關係 飛行訓練不同於其他的任何訓練 不是駕駛汽車 駕駛摩托車 騎腳踏車那麼簡單 所有的理論通通講完之後 最後的一個最重要的命題就是 你有沒有膽 而我們的軍人子弟 常常會跟一般老百姓的教育 家庭教育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常常父母會 父親會對孩子講說 你有沒有腫 常常會這樣子講 或者說罵孩子說你是鬧腫 或者怎麼樣 但是當我們講的時候 當你做了家長的時候 你要反過來 你想要罵你的孩子 罵你的晚輩的時候 你先掂量一下自己有沒有腫 自己有沒有膽 有沒有勇氣 如果有 這邊有現成的課程 我一直在掃他相迎 請各位來參加 這邊是高雄市左營區 建源南村 我是武中城 謝謝各位 謝謝